在70年代期间 在香港有一个新村 长满了许多我后遗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 在当时有一位草药医师 专门拿这种植物的根 拿来外用专门来自骨折跌打损伤 在当时据说这种植物的根 它有帮助加快骨膜的生长 加快复合的作用 这种植物可以在山坡路旁空地 这些地方你可以见得到这种植物 这些地方你可以见得到这种植物 它的别名是接骨木 硕材、硕钓、排风藤等等 走马剑 它含有咖啡酸、熊果酸、β、古帽醇、棕榈、 棕榈酸、kno等等 熊果酸可以帮助减轻疼痛 和发烧的状况 它的叶的腥味 肝 微苦 色 在传统 中医来说 走马剑 它会干净 具有 去风 消肿 输精 活络 活血 去风湿 的作用 在民间 走马剑 它的根 一般上 是用一致 扭伤 跌伤 腹痛 肝硬化 腹水 风湿 骨痛 跌打 损伤 骨折 等等 而且 它的叶 有帮助自骨折 寻马疹 小额 精风 它全草 可用一致 肾炎 水肿 跌打 内伤 骨折 妇女 产后 关节疼痛 风湿 骨痛 等等 记住 在 中医来说 如果有 怀孕的妇女 就不鼓励使用 这种 走马剑 在民间 流传 你只需要 拿这样子 两把的 走马剑 拿来水煮来喝 连续喝14天 它有帮助 治 手脚无力 关节疼痛 但是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适合 这样子 拿来煮水来喝 必须要看个人的体质 和他当时的身体状况 最好找一个会的医师 来教导你 如何使用 而且在 马来民间 有的老人家说 如果你经常 脚抽筋的话 你可以使用 这种 走马剑 煮水来喝 它对脚抽筋 都有很明显的 改善的作用 感谢观看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学习到一些东西的话 请在下方按赞 再按订阅 再按小叮当 来分享这种草药 希望接这个视频 可以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 接下来 谢谢你的观赏 新马草药自然一些 下一期 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